9月28教授节这一天,新陈相立幼儿园则是办理了禁师奉茶的活动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奉上茶,向乡长和礼台以及老师表达敬意。而乡长和礼台表示,感谢幼儿园的老师们细心指导,让小朋友们快乐学习成长。 9月28号教授节这一天,新陈相立幼儿园规划了禁师奉茶的活动。从小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了解教授节的意义,在快乐学习过程当中深深了解尊世中道的内涵。 小朋友们端子茶水,向新陈相立幼儿园的园长吴树珍和新人相当合理台来敬意,表达对老师们的辛劳。新人相当合理台表示,28号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教授节,相当感谢老师们的辛劳。 相当于永远园啊,大家都是同学,要永远记得各位在明年或是后年这次将要来毕业,但是要记得你们老师在这段三年的时间,在这个地方受到老师的招呼,受到老师的这个交易,要永远记在心里面好不好? 好不好? 好! 所以司法大师啊,好,在家里除了爸爸妈妈以外,到学校里面来,就是要听懂老师的话,老师教你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好,对不对? 所以要永远记得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之恩,好不好? 所以今天乡长来,看到你们给乡长奉茶,给老师奉茶这一幕啊,我看到都非常的感动,你们都渐渐长大了,渐渐懂事了,以后在社会上,一定要做给老师的这一幕啊,我看到都非常的感动,你们都渐渐长大了,渐渐懂事了。 我们是一个有用的人,好不好? 好! 好! 今天下来回台表是,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,陪育下一代低线人员就是在场的老师们,不管是照顾可以说是无为不治,教教导上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,让小朋友们从教育中快乐学习成长。 在28号教室节这一天,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,教室节快乐。 记得九龙一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